PS5玩游戏容易晕有几种情况 咱们这个视频说一种情况 那就是动态模糊 在很多游戏里 比如顽皮狗的最后生亡者2 还有神秘海域4 他们默认都开启了动态模糊 我建议大家关一下 在游戏中按这个键 然后进入选项 来到显示 然后再确认一下这个帧率目标是60帧 下面有三个特效 第一个是动态模糊 默认是10 把它拉到0 这还有一个叫镜头抖动 我也把它拉到了0 最后一个是胶片颗粒 这个和模糊没关系 是一种电影画质效果 我把它调成了4或者5 这样是我认为比较好的一个显示效果 我们再转一下 这个画面会很平滑 最后收网者2 它是PS4的游戏 PS4玩这种游戏 它只能达到1080p的30帧 但是我们用PS4 Pro或者是PS5在玩游戏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4K60帧 或者以60帧为目标 它这个帧率是很高的 这个动态模糊在很多PC游戏里面也都有 在那种30帧的游戏里面最好开启动态模糊 这样可以让画面保持平滑和稳定 我们用PS5几乎都能达到60帧 所以说这个选项是没有必要开的 开了它在旋转画面的时候 有那种拖沓粘质的感觉 背景会模糊 以上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欢迎关注小白的稿箱 我们下次见